包心菜来个 这都是没有那种牛腥菜吗 这个时候没有牛腥的 对这包现在包得还紧的 这个这个是南州包 对挑手干轻一点的那个 过来一个 手丝包菜嘛 多一个 再买个青椒 五块钱好了 老板五花肉来一点来 切多少 就这么一小块钱 这么一点 要配五吗 这里都是卖水产品 看看买条那个鲫鱼 好 可以可以 菜都买好了 这个鲫鱼处理好 到现在呢还在这儿蹦的鲫鱼好久没有买来红烧了 买一条红烧 然后呢买个包菜 做个手丝包菜 绝对的下饭菜啊 鲫鱼先给它冲洗一下 里里外外都洗干净啊 现在的鲫鱼还没止 到时候啊 今天我们做的是手丝包菜 这个外面一层不好的包板已经给剥干净了 现在把这个根呢 给它稍微切一下 反正上面这个太硬了也吃不动 然后用刀 给它拍一拍 首先要把这个包菜给它拍软了啊 切开以后啊 把这个根给它切掉 这个是叫兰州包 还有一种叫 牛腥菜 牛腥菜呢 这样一拍 如果是根呢 它已经全部掉下来了啊 这种呢 因为包太紧了 我们这样用手给它撕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 根呢 这一块这个结杆的地方有点粗 你可以把这个结杆 掐掉 其实手丝包菜这道菜啊 我很爱吃 那饭店里呢 又不太敢吃 他们这个 从来不洗的 就这样 手丝完了以后直接烧的 因为洗干净了以后啊 你要慢慢的控水 把水控干了才能那个烧 不控干的话 水拉拉的 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做比较麻烦 你看 我一直一点点撕 丝完了以后 把这个粗的结杆全部给它弄掉 大概还得洗 洗完了之后还得沥水 所以说比较麻烦一些 丝好以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泡洗一下 一小开五花肉给它冲洗干净 准备半个青椒 倒是烧鱼放里面 还有这个香菜 洋葱 今天我们烧的两个菜呢 都是最常见的家常虾番菜 手丝包菜呢 撕好 水给它沥干净 小料呢 我放点洋葱 姜蒜 干辣椒 五花肉 这个是加烧鲫鱼 现在的鲫鱼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打 放点这个香菜 姜蒜 然后青椒就可以 这块五花肉表皮上面有点毛 然后我们皮直接给它削掉 肉新鲜还是很新鲜的 最起码是 没有 进过冰箱的 削下来以后呢 给它切成薄片 这个细耐有点不太好切 如果大家 没办法切呢 你可以放在冰箱里给它稍微冻一下 以后再切 那样切出来的又薄又均匀 洋葱给它切成葱丝 青椒也给它切丝 在鱼里面可以增加它的清香味 香菜切断 生姜也切片 蒜子改小一点 小葱切成段 最后把这个鲫鱼稍微打一个花刀 不要给它划断了 划断了这个鲫鱼烧出来以后全碎了的容易 再准备一点这个生粉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因为煎鱼很容易粘锅的 我们用这个生粉在鱼的表面 这样稍微拍一下 这样煎鱼不光不粘粉 而且上面提成酥酥的壳 很好吃的 锅里放一点油 煎鱼呢要把这个油温烧到高高的 把上面给它粉头干净下去煎 这样煎鱼啊它不可能粘锅的 我转给大家看一下啊 不管你怎么煎鱼都不会粘锅 转弄一下可以让它受热均匀 因为这个鱼有点长啊 我们这样压一点 把头尾呢都给它煎一点 尽量给它煎煎透 你喜欢吃焦香一点就多煎一会儿 然后喜欢吃鲜一点嫩一点的就少煎一会儿就可以了啊 差不多了啊 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 都煎透以后放点生姜 小葱 蒜子 把这个料头给它爆香啊 然后做一点黄酒 酒香也给它碰一下 放生抽 一点点老抽 最家常的做法还差一款那个黑酱啊 就是我们家里自制的那种 因为我们烧鱼啊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黑酱一个是自制的这个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里面加香料芝麻 还有线辣椒打成沫子的 都有味的这个啊 有稍微有一点点辣少放一点点在里面 我再给它放一点啤酒 再给它加一点点水 再放一点盐 糖 胡椒粉 水开以后 我把这个鱼转到这个锅里面来炖 因为这口锅小啊呢包菜 支起来打 我们用这口锅来炒包菜 给它盖上锅盖 调成这个小火 大概炖了20分钟左右 鱼是越炖越香 锅里少放一点酥辣油 我们炒肉呢这个火呢要稍微小一点 火一大这个肉下去就炒干掉了 然后小火慢慢的给它煸炒 控制好油温以后 肉下锅它不会粘锅的啊 很多人控制不好以后 啪一下子下去以后 肉全扒在这个锅底上 而且不炒出来肉呢又硬又柴不好吃 我们要控制好这个油温 其实这个里面放 咸肉跟辣肉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五花肉放里面最香 为什么因为呢 出油 出了混油以后炒出来菜很香的 炒到微微发焦就可以了 然后把料头放进去 一起炒一下 把这个料头的香味炒出来 大家看到吗这个五花肉有点发焦了 这样就差不多啊 放一点黄酒 酒啊是去腥 再放一点生抽 火大一点 一起给它翻炒一下 这个时候闻的已经很香了 现在五花肉呢 就等于小炒肉这个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把包心菜放下锅 因为我们带大火炒啊 所以说要不停的给它翻 因为我们没放一滴水 所以说那个翻炒呢不能停 给它尽量快翻 一停下来就糊掉了底了 人家饭店里烧这个菜呢 油锅里面一拉 然后一炒就行了 但是家里不能那样做 太油了那个 而且让我们小火慢慢炒出来 比那个油拉出来的要好吃太多了 炒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盐了 来上点糖 再给它翻炒一下 这个盐放进去以后 马上就容易出水 很容易炒趴下来的 要把这个包心菜给它炒到断生 最后我们还要留一点蒸一尺油 香麻油 少许的陈醋 陈醋放进去口感更好一点 更开胃 出锅 把这个洋葱放在这个锅仔底部 把烧好的包菜呢倒在上面 鱼也炖的差不多了啊 火给它开大一点 汤汁呢再给它收一收 把这个汤啊 舀往鱼身上浇 因为上半节没有泡在这个汤汁里面 再把这个青椒段放进去 再把这个香菜放进来 这个鱼大用大的盘子来装 一边烧一边吃闻得很香的 但是呢我们这个是炒出来的 跟人家油炸出来不一样 油炸出来的颜色脆绿好看 我们呢 这个油炸肉 我们炒出来的它是颜色啪啪的 没能够亮 那里边啊 有很多包菜啊 味道不错啊 嗯 但是这个包菜有分品种的 你买到牛腥菜是最好吃的 所以这个鱼啊 鱼 鱼鱼小吃多 唯一的 就是肚子这块肉是最好吃的呗 肚子上没有什么小吃 这条鱼挺大的 这个呢 这个青椒闻得好香 因为我们不吃辣 就用那种青椒 如果吃辣呢 用那种线椒也可以 一边烧一边吃很香的 下面有那个 洋葱罐的样子 葱花肉有能吃 一个这个 干锅包菜 一个干锅花菜 每次到饭店最喜欢点这个菜 热烫 有点火关掉 这个洋葱香味烧上来就可以了 再烧有时候烧啪掉了 闻得蛮香的 而且这个 汤汁啊 本来是一点没有的 现在出来点汤汁出来的 可能是羊肚也会出水的啊 来 这个呢 还有一点油 应该是肉烧出油的 本身这个里面 一炒肉就出油的 那你 你小孩这个时候 这个鲫鱼是不大敢烧的 因为小吃团萝卜也还卡着呢 烧那个鲁鱼 那个桂鲁鱼都可以 但是这个鲫鱼它有 就是说它红烧特别香 你桂鱼一个鲁鱼是比不了的就是 两个人把豆子淘掉了 后背这个没吃 后背这个小吃太多了 但是这个 我们今天是放的汤多 吃不完以后你放在冰箱里 明天早上吃来吃鱼洞 烧点那个西饭啊 很像一下 喝着炒个蛋糕饭也可以 哎呀 这个包鲫蛋是真的下饭啊 今天五花肉放得多 我觉得放五花肉比那个 放 咸肉更香啊 嗯 鲫鱼红烧是好吃啊 红烧有味啊 嗯 很多人都喜欢吃红烧的菜 为什么 特别是我 最爱吃红烧的菜 还有就是家里 吃的家常菜啊 没有怎么说 家人家饭店烧的 每天都惊艳 特色 家里吃的就是 普通家常菜 做完也是最 普通的这个家常做法啊 这视频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吃什么